- 纳芝的地址 纳芝的地址 喂 佳雪哥 我已经到了 你到了吗 对不起啊 丧芝 我今天可能没办法赴约了 你要加班是吗 对 你先点点东西吃 别饿着了 我听你声音好像不太对 你 你是不舒服吗 没有 你是哪里不舒服 我 我就有点胃痛 可能昨天吃坏东西了 没事 我吃点胃吧就行了 不 那你不去医院吗 这件小事不用去医院 为什么不去医院啊 你这样拖着就会好吗 你 你公司在哪儿 不用麻烦你了 我真没事 公司在哪里啊 港 港北大厦 港北大厦 好 我马上过来 你好 港北大厦 您这也不可以吗 行 您也不可以了 电话 行 你看 我们就要不是預先洗凡 我不的去想洗凡 我即便你行洗凡 你去医院 丧水 我跟你一块去 你就在这儿等我就好 没事 你给我 你搭着我 我真没事 走 来 小心点 你这是在颤护老人呢 乔辉啊 我不扶着你 你自己可以走吗 慢点 不是在嫌你小名字吗 没关系 小心 你站这儿等一下我 好 等一下 你 你小心点啊 小心点啊 要不然是打车吧 那这儿的地址 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加许哥 上车吧 没事 小心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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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喝多了吧 还是 还是怎么样 没有没有 不会吐车上吧 不是 师傅 师傅 我不会吐的 能坚持说 不不不不 先说好啊 吐车上 赔两百 好吗 它不是要吐 它 它是肚子疼 医院 先往医院开吧 师傅 好的 稍微快一点 好 从彩超的情况来看 是急性来无炎 而且 你这个情况拖得挺久的 要是再晚点来啊 就要穿孔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 一种是保守症状 先住院 把炎症消除 住院 另外一种 就是直接进行手术 那 直接手术吧 好 没事 啊 宋志 已经喝晚了 你赶紧回学校去 你猜我们不安全了 我在外面等你 这是什么打手术 没事 等你做完 这手术得做 你别说话了 那你去找点东西吃啊 嗯 好 如果我今天没有跟他约好一起吃饭 他估计就会强身下去 连医院都不会来 连医院都不会来 放置过多劳累 请求 喂 妈妈 喂 芝芝 这都十点多了 怎么没给妈妈打电话呀 到宿舍了吗 还是跟朋友出去玩了 嗯 没有 你记得 我哥有个同学吗 就是 我高中的时候 来给我补物里的 段嘉雪 妈妈记得那个小段对不对 本来是约好今天一块吃饭 但是她突然生病了 所以我陪她来医院了 生病了 什么病啊 严重吗 记性栏尾炎 正在做手术 这个孩子也太可怜了 家里没什么人 没什么人是什么意思 她家不就在一鹤吗 她的事我好像之前没跟你说过对吧 叔叔 帮忙葬礼还剩六千 我先还给您 剩下的我去讨定赚钱之后一起还给您 小段 这剩下的钱就留着用吧 不着急还 不是 这钱您真的得收下 留着吧 你自己就留着用完了 这段时间辛苦 没事 来了什么辛苦辛苦 我 叔叔阿姨 这钱 你们还是收下吧 我还有一些事没处理完 我就先走了 病人呢暂时不能吃东西 这一周内都得吃牛食 后续有什么情况的话随时过通 谢谢 辛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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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飓哥 我问了护士 他们说住院也就需要这些东西 不过是你要是觉得缺什么 你可以跟我说 我到时候再去给你买 谢谢小藏之人 时间不早了 你赶紧回学校吧 你等会儿出去之后 打辆出租车 然后把那个车牌号发给我 回到宿舍也跟我说一声 好吗 佳飓哥 我又不是小孩了 你不用担心我 我自己知道的 好 东西你别收了 等会儿我来收 伤口疼吗 我打了麻药了 一点儿都不疼 没感觉 你不用担心了 快回去学校吧 那我明天再来看你 你等没课的时候再来 哥哥这么大个人了 不劳烦小藏之来会跑了 没事的 快回去吧 你这边玩喝 没时间了 没时间而已 我买了 你这边喝酒 我闹嗆了 我几个人 买了 她是不是不高兴了 她应该会挺缺义这个事了吧 你吃饭了吗 带了晚餐 你一天没吃东西就吃个面包啊 你别吃这个 我给你点完卖 我不用点完卖 我不饿 你东西都没吃今天 怎么可能不饿 我真的不饿 我要是饿的话我会找东西吃的 我又不是小孩了 吃点东西还是得藏心的 一天没睡觉 他不是小孩啊 我现在来给你吃点的 小孩儿你不饿了 你快点不饿了 我还给你拖拖了 你不饿了 来 赵雪哥你笑什么 没事 去哪儿 我去洗漱一下 去吧 他今天不能下床 就不能洗漱 要不给他擦个 佳许哥 医生说你今天不能洗澡 你要不要擦个脸 好啊 我帮你擦 没事 我自己来就行 可是万一把伤口关开了 到时候还得在医院多住几天 那也行 你怎么下床 你怎么下床 马上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得抓紧啊 你这媳妇长得很聚 又那么会照顾人 你得珍惜啊 好 我明白了 你拿着水灯垫着 哥哥的衣服在哪 你拿来盖上 别着聊了 睡不着了 我喜欢你 我有一个哥哥 我有一个亲戚生病了 我今晚不回去了 别担心我哦 丧志 我在电影院门口 你到了吗 睡不着啊 是不是因为语音没听闻啊 家许哥 你干嘛装睡啊 我只是没说话 装睡 那就是装睡 还偷听别人说话 偷听 是谁把语音放出来的 小小年纪还学会碰瓷吗 我不跟你说了 我先睡了 晚安 睡得着 睡不着也该睡了 来 陪哥哥聊聊天 聊什么 你继续把那语音放完 让哥哥看看 是谁想约我们小丧志看电影 你又不认识 你说了我就认识了呀 我帮你把把关 看看电影有什么好把关的 这不是怕你年纪小被人骗了吗 你要说的话 得说一整晚呢 好多好多 我们小丧志 这么受欢迎呢 嗯 长得好看吗 不 不说话是什么意思 佳学哥 您看看 这个点已经是你们这个年龄 该睡觉的时候了 你不要老是想亏 太我们年轻人的生活 我们年轻人的世界你不懂 只要不想喝 那边的年轻人热 这个云ren 想到你的年轻人的生活 很麻烦 但那边的温暴 很深 非常邪魔的 对 优优独装 不是 最棒的 ymic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两位看镜头 您好 我是桑志 那裤好像不能不拿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带了这么多东西啊 其实也不多 就两套衣服 一套出院船 一件能可以帮 那 那个 要 要的东西也带了 谢谢 佳许哥 你工作还是不要太晚了 你现在还是个病人呢 好 答应你 十点前准时关机 还有一个小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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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饭了吗 你好 好 坐 还没 我待会儿去 你还没吃饭 现在都八点多了 还不是很饿 你别收拾了 现在去吃饭 我待会儿再去 我给你点外卖了 我今天下课了之后 就去帮你收拾东西了 我到现在坐都还没有坐下 你就让我吃东西 这两天你为什么老是要让我吃东西啊 小伙子 这是你媳妇啊 大爷 你从哪儿看出来是我媳妇呢 小姑娘长得真俊呢 那回去 好 好 来 好 谢谢 大爷 这是我妹妹 不是我媳妇 啊 我知道你媳妇长得好看 不好意思啊 我爸那个耳朵耳背挺重的 爸爸 那是妹妹 不是媳妇 妹妹 不能结婚的啊 你们还没结婚呢 小伙子 我看你岁数也不小了 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你可别让小姑娘等急了啊 大爷 你能别动我笑了吗 肚子上还有伤口呢 小伙子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你得抓紧啊 你这媳妇长得很俊 又那么会照顾人 你看这 大包小包的往这拎 你得珍惜啊 要不将来啊 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好 我明白了 来 人家大爷耳朵听不见 你别在意啊 就当他是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这种事情也能拿来开玩笑 爷爷 嗯 他不是我对象 他年纪很大的 当不了我对象 他可以当我爸爸了 当爸爸好啊 要你们结婚了 赶快生个大胖饺子 这就稳定了 稳定啊 比什么都强 好 嘉许哥 起来了 你不会工作了一整晚吧 早知道就不给你拿电脑了 嘉许哥 你已经开到住院了 为什么不好好休息呢 你真的把自己当成掏人了是吗 被你发现我的隐藏身份了 什么隐藏身份了 怎么可以一晚不睡觉的 小两口一起床就斗嘴啊 什么时候结婚啊 大爷 我们不是那关系 不得了 不结婚 不结婚啊 不结婚怎么行啊 人家小姑娘这么漂亮 若这样陪着你照顾你 你怎么可以耽误人家呢 好 听你的 姐 这样就对了 你们两个这么合适 将来一定会很幸福的 我去给你拿水 大爷 他年纪太小了 还没到法定年龄呢 你们那别开这玩笑了 要出院了 是啊 大爷 您在这儿好好休息 早日康复啊 好好 你们俩好好住 大爷 好的爷爷 会尽早结婚的 结婚好 结婚好 早日康复 好好住 爸爸 走了 大爷 好好住 爸爸 走了 大爷 好好住 尽早结婚 那别是你今天开了玩笑吗 我来拿吧 都说了我来拿 真生气了 以后就不要乱开这样的玩笑了 我这不是住院住太久了 是我闲得慌 我给你道歉 所以你闲得慌就可以 拿给我开玩笑了吗 莫名其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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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